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UCOS的第四节课 好 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UCOS中 热物优先机的概念 以及热物的优先机非配 还有热物优先机的一个反转为题 这个热物优先机的反转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优先机的概念 在上一讲中呢 我们经常用到了这个优先机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MU-COS中对热物优先机的一些概念 好 UCOS呢 它是一个可剥夺性的内核 上一讲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什么是可剥夺性的内核 要是内核在运行的过程中 一个热物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另外一个高优先机的热物如果来了 那这个低优先机的热物 就会被高优先机的热物剥夺掉 这就是一个可剥夺性的内核 在一个可剥夺性内核中 每一个任务呢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优先机 好 所以说呢 每一个任务呢都需要有一个优先机 U-COS中优先机呢 它是使用一个八位的整形数据来表示的 最大数是零 最小数呢就是255 好 U-COS中任务优先机的数据范围呢 是从零到优先机的最小值之间 这个数呢 我们可以用户呢 可以自己设置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决定你的优先机的取值范围 好 数字越小的话呢 这个优先机呢是越大的 这点我们要注意 好 那日务的优先机我们知道了啊 它是用一个八位整形数据来表示的 比如说我们的零 一二三啊 等等这些数 比如说零代表一个优先机 一二三代表一个优先机 优先机与数字的关系是数字越小 优先机呢是越高的 这个优先机是越高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概念 一个静态优先机 一个动态优先机 什么意思呢 叫做静态优先机呢 静态优先机呢 就是说这个优先机被非配以后呢 它在任务的运行过程中 或者说在这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呢 它这个优先机就不能变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任务非配为优先机为二 那这个任务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它的优先机呢是一直是二的 一直是二 没办法变成其他的优先机 这点我们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静态优先机 那同样什么叫做动态优先机呢 就是说呢 在任务的运行过程中 比如说它本身是一个二这个优先机 但是呢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呢 它还可以变成三变成四变成A这个数 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动态优先机 也就是说这个优先机在这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呢 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可以变化的这个过程 首先呢我们MuCOS 也就是UCOS呢 它是一个支持动态优先机的这样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的UCOS呢 可以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来更改某一个任务的优先机 这点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了解了优先机以后 我们并且知道了每一个任务都必须有一个优先机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任务的优先机呢 进行一个非配 那对任务优先机非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假设这个系统中呢 有这么几个任务 有五个任务 一二三四五 五个任务 假设第一个任务呢 扫描开入 Pro-Ki 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开关量输入信号进行扫描 接下来第二个任务呢 处理我们的按键 扫描按键 Pro-K 第三个任务呢 处理我们的窜口通信 Pro-U-A-R-T 好 第四个任务呢 进行我们的系统逻辑处理 比如说我们这个逻辑处理 Logic 逻辑处理 并且呢 进行一个输出处理 Output 比如说我们的开关量输出 好 第五个任务呢 运行我们的LCDPin显示 好 这是这五个任务 那假设我们对这五个任务 非配优先机 怎么非配呢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必须把这三个任务 非配的优先机 要比这两个任务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我们是首先进行开关量扫描 进行按键处理 进行窜口通信 接下来我们才进行逻辑处理 因为在逻辑处理中呢 我们有可能用到开关量扫描了 用到按键了 用到窜口了 等等这些信息 所以说第一个 我们非配优先机的时候 这三个要比他们两个高 对于这个输出和LCDPin显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怎么处理 首先第一个 第四个和第五个 一般来说呢 LCDP显示呢 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因为LCDPin呢 是一个慢速的设备 那第四个 这个逻辑处理和开关量输出呢 它可能运行速度比较快 那我们就把第四个的优先机呢 要比第五个高一点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任务 它运行的时间越短 我们要给它非配的优先机越高 这是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UCOS是一个科普多性内核 也就是说 如果有高任务在运行 那么这个低任务呢 它是没办法运行的 那如果这个任务占用的时间比较少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较高的任务上 那它就能很快的执行完毕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CPU都能较快的来执行一些 其他的任务了 好那这是我们在使用优先机非配的时候 一个位置啊 优先机的非配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对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呢 要好好比较好的来考虑这个优先机的非配 如果优先机非配的不好 就可能会出现下面的这个位置 优先机反转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优先机反转的位置 好优先机反转呢 是我们在使用优先机过程中呢 要注意的一个位置 好那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优先机反转 好 对于一个优先机的反转 我们来看 假设这有三个任务 一二三 好 假设在系统运行的过 在系统刚开始的时候呢 任务优先机的一 它的优先机是零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假设这个第一个任务呢 它处于休息状态 第二个任务呢 也处于休息状态 好 这个时候呢 第三个任务运行 第三个任务运行 假设第三个任务运行的过程中呢 他们都会使用到一个全局变量 使用这个全局变量A 假设第三个任务在运行到这个时候呢 开始使用全局变量A 好 因为全局变量呢 在使用过程中呢 一个任务修改了 其他的就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对这个全局变量使用的时候 我们只能保证 这一个任务就已经完了以后 其他任务再使用 也就是说 如果三号任务 再使用这个全局变量 那一号二号呢 就不能使用 要等待三号使用完的 他们再使用 好 那三号任务再使用这个全局变量 假设到这个时候 三号一号任务呢 开始要执行 他就休息过后 开始要执行 开始要执行以后呢 由于是一个剥夺性的内核 那这个时候一号呢 就会剥夺三号 因为我的优先机比他高 所以说就把他剥夺了 剥夺以后 开始往下运行 假设运行到这个地方呢 他也需要来使用A这个全局变量 但是这个时候呢 A这个全局变量呢 被三号在使用着了 那他就没办法使用 那没办法使用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等待三号使用完毕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要 被我们这个一号呢 要停止 停止以后 接着来三号往下运行 好 三号运行到这个地方以后 假设这个时候 二号呢 开始要运行了 好 由于二号这个任务呢 比三号高一些 所以说呢 二号呢 会剥夺三号 这个任务 那二号呢 就往下执行 二号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他并没有使用到全局变量 所以说他一直执行 执行到他自己释放CPU 好 执行到结束 他自己释放CPU 他释放CPU以后 接下来呢 再来三号执行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一号是要使用全局变量A 但是全局变量A呢 被三号占用着 好 三号呢 就往下执行 他执行到这个地方以后 三号呢 执行完毕 他也释放CPU 同时也释放全局变量A 全局变量不用了 那这个时候呢 三号不适用全局变量了 那这个时候 一号呢 才能使用全局变量 往下执行 好 执行到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过程 分析完毕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出现了个 什么样的问题 北西一号的优先机是最高的 但是呢 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啊 三号运行完毕了 一号才能运行 那也就是说 一号的优先机呢 已经跑到三号的后面了 好 这个过程呢 就被称为一个优先机反转 也就是说 它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 出现了这样一个位题 好 那出现这样一个优先机 反转的位题以后 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好 解决优先机翻转的方法呢 是比较多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 当这个三号任务 在使用这个全局变量A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把三号任务的优先机呢 把它动态的改变为最高 假设是负一啊 实际上不能是负一 假设是负一啊 好 改变为最高 那它改变为最高以后 别的任务呢 就打断不了它 它就即快的执行 执行到这个地方 释放结束 好 结束以后呢 它把全局变量也释放了 这个时候一号任务呢 就可以执行了 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法 哎 那大家 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 虽然第一个解决方法 那一号任务 还是在三号任务 结束之后来运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位题啊 一号任务这个时候 它的运行呢 跑到了二号任务的前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让它的优先级呢 提升了一个档次 好 当三十号任务运行完毕以后呢 它要把它的优先级 从最高再返回位最低 好 这个过程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提升任务优先级 哪一个任务使用这个全局变量 我们就把它提升到最高 等它执行完毕以后呢 再把它提升下来 好 就再把它降下来 好 这是这第一种方法 接下来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 你这个操作系统呢 要会自动的来进行这样的优先级处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号任务把优先级提升 提升了以后 再把它优先级降低 这个过程呢 是需要CPU花费时间的 好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会浪费CPU的时间 那么一个好的操作系统 你必须能做到这样的过程 什么样的过程呢 好 就是说 内核呢 它能够自动的改变任务的优先级 就是说 当这个任务在防卫全局变量的时候 内核能自动改变这个优先级 这个过程呢 叫做优先级继承 我们来提一下这个 这个过程呢 叫做优先级的一个继承 好 我们这个UCOS呢 它是不支持 UCOS呢 不支持优先级继承的啊 当然呢 其他的一些商业的内核软件呢 可能会支持这个优先级的一个继承过程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优先级反转 以及解决优先级反转的一个方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使用任务优先级非配 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些原则 第一个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 应该非配一个比较高的优先级 好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串口运行任务 好 我们都知道啊 当串口接收到一个数据以后 它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把这个数据处理完 并且返回给上位机 因为上位机是不可能一直在等待这个数据的啊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串口的执行呢 它就有一个时间的要求 也就是实时性要求较高 那对于这个任务呢 我们就要非配一个较高的优先级 第二个就是对于运行速度较快的任务 我们应该非配一个较高的优先级 刚刚呢 这个我们已经解释了啊 第三个呢 就是任务在逻辑之前呢 要非配一个较高的优先级 就刚刚我们说的 我们首先是扫描开入 扫描按键 接下来呢 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处理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扫描开入 和扫描按键的优先级呢 要比逻辑处理优先级高 否则的话 我们还没有开始进行开关量扫描 已经开始处理逻辑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个错误 好 这是这个对Z5优先级的使用方法 以及防止Z5优先级反转 我们要多的一些托施 好 每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观看